同学们,上一讲咱们学了五六年级最常用的一个数学工具,叫做分数,对吧? 这节课咱们介绍另外一个也极端常用的工具,叫比例,OK? 比例初步,这一讲咱们学习比例的基本常识和高端技巧性用法。 先来说一说比例的历史,这个历史比你长,也比我长,话说要上书到几万年前,OK? 多少年前呢?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,有一个小土球,名字叫地球,地球上住着一群猴,这群猴有着相当高级的智商,那这群猴已经会了四则运算,其中加法,减法,成法,人家都会用。 但是呢,关于除法,地球上的猴子们有不一样的见解,西外头的猴就会觉得,诶,除法,我好像, 用一条横杠就能表示出来,比如说,三个桃子分成两分,中间写一个横杠,这个数读作二分之三,OK? 二分之三,也就是咱们上节课学过的分数。 那,东半球的猴呢,有不一样的看法,他说,我们习惯用两个点来表示出法,三,点点,二,读作什么呢?读作比,也就是这节课的重点,三比二,把三分成两分,也是一个相处的关系。 西半球的猴法很环保,东半球的猴法很节俭,那,究竟采用哪一种呢? 他们有了争执,于是,商量了三天三夜,吃了三天三夜的桃,最终做出了一个影响千秋万代的决定, 就是八俩符号合起来,一块用,变成了咱们今天熟知的除号,OK? 其实通过这个,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,除法和分数和咱们这节课的比,都是一个意思,是这样的吗? 是,OK,一起来看,今天的小崔说事儿,比的意义,说的是什么呢? 三除以四的除法算式,咱们可以写成三比四,读做,三比四,比就是一个冒号, 咱们会发现,比表示两个数的相处关系,而且这种写法很明显,咱们能看出来, 两个数之间,大的有多大,有什么?是不是有四,小的有多小呢? 三,有三,他们的单位是什么? 这点问题,介绍一个新单位,叫份,三,就是三份, 四,就是四份,这是相当相当棒的一个万能单位 OK,一块来看,三比四,三是这个比里面的什么东西呢? 读做前项,四就是后项,因为它写在后边,看明白了吗? 明白 好,那咱们现在回顾一下,除法几年级学过? 二年级肯定学过了,对吧? 对 分数几年级学过?上一项刚刚学过,比,这一项咱们是不是也开始了? 接触了,三种方法,内涵一样,做一个横向比较 比,除法和分数 首先,三,在比里面,它叫做什么呢? 前项 前项,在除法里面叫? 被除数 在分数里面,三除以四,也就是四分之三 三,读做分子 非常好 在后项,也就是这里面的四 它在除法里面的名字叫做四什么呢? 四是除数 OK 分数里面它叫做分母 分,四分之三 笔里面最终三比四的那个结果,引入一个名词 叫做比值 对吧? 三比四,也可以写做四分之三 除法里面呢? 三除以四的结果叫什么? 伤 小伤 这个伤也是四分之三 分数里面呢? 还是四分之三 那个结果叫做? 就叫分数值 OK 所以这三种方法其实说来都是一个内涵,看清楚它们之间的横向比较,这节课不很简单 来,再往后看笔的性质 咱们简单说一说,笔的性质是什么意思呢? 看到这个图了吗? 一个猴后面跟着五个桃 什么意思?说的就是在开会生样除法的时候,一个猴子总共吃了五个桃做出了这个决定 对吧? 对 那现在我要问,如果是俩猴能吃几个桃?吃饱呢? 十个 十个,非常好 俩猴对应的就是十个桃 哦,我发现猴子的数量是不是也多了?桃子的数量是不是也多了? 对 但它们中间咱们可以简单的写一个符号叫做等号 能不能告诉我,佳佳,什么是相等的呢? 一个猴吃的桃 一个猴吃的桃数是不是依然是一个猴? 五个桃 也就是说猴子和桃子之间的倍数关系是不是保持不变? 所以只要这个关系不变,咱们就可以肯定的写上一个等号 好,那现在我要问了,一个猴五个桃,两个猴十个桃,二百个猴,多少个桃呢? OK,非常好 看你选择,对不对咯?来,最后咱们记住一个字,也就是一比五等于二比十,它们都有一个潜在的单位 叫什么单位呢? 刚才我提过,万能单位,也就是份儿 OK,同学们记住,只要用这个份儿来代替它们的单位,其他的都不会有错 一份的猴子能吃五份的桃,两份的猴能吃十份的桃 那二百份的猴,自然也就吃了一千份的桃 是这个意思吧? 是 好,接触了一些简单的基本概念,咱们待会儿来几个高端一点的技巧 话说,在猴子进化的历史当中,它不会只满足于吃桃子 猴子还要穿衣服,是吧? 穿衣服的时候,又会发生什么比例有关的事呢? 一会儿来吧